胃癌的征兆是很沮丧,所以希望胃癌,上午我还给大家讲了一张小课,就是告诉大家胃癌,希望不要去征兆发现,因为胃癌的征兆低,不典型,第二个征兆就不会太早,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胃癌, 五年存活力是百分之二三十,日本是百分之八十以上,为什么这样,不是因为日本比我们能干,因为手术比我们做得好,化疗比我们要好,不是的,都是那一样,那为什么呢,因为胃癌绝大部分百分之八十是普达发现的,就是顶级普达发现的,根本没有任何症状,没有任何症状,所以在日本有一规定就是说,四十岁五十岁,四十岁,不过你胃不舒服,每天擦背景,五十岁老没商量,每天擦背景, 只有通过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胃癌,其实我们国家是应该查的,我们国家每年四五十万里的胃癌,是吧,这些人如果要是做胃性做了多了,那就消除了,那些人都可以不死了,对吧,因为咱们胃癌死了四五十万的,你想,百分之八十要去,要五年之内,要死掉百分之八十啊,那三十多万人就胃癌要死掉,如果你要是早期发现,这些人都可以活的。 感谢观看